阿根廷总统米莱公布紧急经济法令 废除三百多条法律法规引起了民愤 持续了好几天的示威活动至今未曾消停 反而是越演越烈 星期三数千名来自不同工会组织的民众 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以传统唱歌跳舞的方式表达抗议 那些民众解 film 的练习一切 一路一路的找 一路的努力 还要是个人最重要的 一路的缴的人 这一路的捕捉是能当得 fucked 不因为人的人 300了 不因为不坚持第二位 不为何方法供行事 所谓的民众 网民主的要求 有监格的道理 所以它本人是不敵状 阿根廷勞工总联合会等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 政府的措施将会剥削阿根廷勞工的工资和基本权利 让穷人更穷 获利的只会是大企业的老板 这场抗议活动最终以示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而告终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至少有6人被警方逮捕 米莱政府提出的改革措施 包括税收、劳工、刑事、能源和选举事务 政府更宣布会裁退5000多名政府合约人员 而阿根廷国家工人协会估计 裁退人数恐怕将超过7000人 共状伤工人协会长的数据